歡迎來到這次的Videoblog 這次不是叫做Videoblog 可以說是Videoblog的第二季 名字就改了 叫做Video Channel 主目頻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主目信箱 成員班人馬 就結束了主目信箱的一個 譬如說project 他們經過很多時間 幾個月的時間 執了一個report 經過很多大英姊妹的討論 來我們收到差不多有 二十幾三十封信 其中有二十封信 是一些廣告信 但是其中都有十封信 是教會大英姊妹 寄了來想問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想表達一下 我們也有覆蓋他們的信 也有六封信 是另外遞讀寄過例的 也有回答他們 主目信箱 主目信箱發覺 怎麼都未必有很多信件 不如就把主目信箱 改形變成主目頻道 所以我們做了 Videoblog和主目信箱 混合成就叫做 Videochannel 所以我們這個report 做完之後就會給領袖看 同一時間我還想介紹 今次的Videochannel 就是主目信箱的 原班人馬 給大家認識 因為接下來就是 靠這群大兄姊妹 收集更多的好料 和大家聊聊 這個時間 我就想介紹這個大兄姊妹 Hello 我是Terry 我是中溫澳教區 交給下一個姊妹 Hello 我是Sabrina 是AntiNorth教區 我又交給另外一個姊妹 謝謝 Hello 我叫我宏 是Youth Sector 大家好 我是Anti Central的紅A Hello 你好 我是Michelle 來自將軍教育區 Hello 你好 我是西北教育區的UK 我是西北教育區的牛坤 好 好 還有一個未介紹過 不如我把這個轉過來 我是Iran Sector的Chris 其實Videochannel 真的要感激Ramon Wong 這麼多年的一段時間幫忙 他現在呢 就改了人 制作了 所以 名字就改成Videochannel 其實阿宏 你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叫做Videochannel 好 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Videochannel這個名字的含義 其實顧名思義 Videochannel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會用視像的形式 在教會的網頁發放 而Channel 其實是很想代表著 教會這個家庭的消息 可以互相經過這個渠道 而有溝通 以及可以有互相激烈的作用 另外就是 也保留著原意 就是說 其實是跟Steve有一個 互相溝通的渠道 不過 由於我們都 並非一個 一班專業的人士 所以在這裡 請大家 先請大家 在這裡多多包含 嗯 Amen 好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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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